遇事出現了 所以呢 你現在啊 你今天進入11點的時候 你蘇花公路不要行駛啊 讓我去搖啊 時間在晚一點 比較強的降雨落在這蘇花公路的 山區部分的時候呢 相對的下面的蘇花公路的路段來說 有些地方就容易會有一些落石 攤坊或者是泥流的現象出現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 今天晚上就不要行駛蘇花公路了 但目前呢 在這賓海公路的狀況來說 風浪的部分也已經開始 逐漸的增大了 那賓海公路的部分 就建議大家 在你大約過了午夜以後 也不要行駛了 因為整隨著颱風逐漸的北上的時候呢 整個浪 就比較猛的一些 比較狂高的部分 可能會捲到這個馬路上來 尤其今天晚上的時候 又是一個大潮的狀況 相對的 浪高的部分也會比較高 浪打到岸上的話 浪到公路上 你的行車方面 會有危險性 不過晚上11點啊 有些喜歡夜間釣流的 我比較注意了 因為現在目前台中的中心位置呢 已經到達了這台東的外海 你可以注意到 現在目前的中心位置 就在我們的雲圖的這台東的外海的位置 而在這個時候呢 容易會有一些長浪 逐漸的接近陸地 長浪波浪 一波一波的進來 在進到陸地的時候 有時候會因為地形的抬升作用 所以呢 從花蓮雨南到台東這段來說呢 雨的部分沒有下 你不要趁著沒有雨啊 晚上去夜釣 港口裡面的雨可能都跑進來了 但是你是夜釣在那防波堤上 可就有危險性咯 等有浪過來之後 造成的整個水溫蓋過去之後 就可能會造成了一個比較嚴重的狀況 你甚至會從防波堤中的海裡面去 尤其夜晚時刻 我們都可以在那邊 不要去啊 但是我們注意到 現在的目前的整個衛星零路上 也可以看到 現在的整個颱風移動的路徑跟方向來說 很穩定的在朝著一個北北溪 你注意哦 有沒有看到 已經開始有點要朝北的方向在移動了 所以呢 未來的路徑方向來說 它將會由一個北北溪的方向 逐漸的要轉一個比較偏北的方向走 那對於我們來說呢 相對的 它的中心位置會從海面上通過 十級風的強暴風區呢 也就是這50公里的暴風半徑範圍 也會在海面上通過 那如果在偏轉的角度沒有比較大 相對的比較貼近於我們的話呢 也就是說 十級風的暴風半徑範圍 有可能剛好觸碰到我們台灣 東北角的鼻頭角燈塔附近 那可是十級風暴風半徑 很接近於這個海邊的時候呢 在明天的早上的八點鐘以後開始 你就要特別注意唷 因為早上的八點鐘 台北的增速已經從花蓮 要往宜蘭的方向的外海移動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風雨的部分 會在宜蘭、基隆、台北三個地方 就特別的明顯 尤其在這北部寒線的方向 都會感覺到瞬間的陣風會偏強 八個以後開始呢 大約就會有快接近於十級的陣風出現 而在宜蘭地區的朋友呢 大約到了十點以後開始 宜蘭的陣風就會有在十一級的陣風出現 所以啊有那個高架路段像雪碎一出來 從這個頭城到蘇澳段 都是一個高架路段 你在明天的一大早天亮的時候 不要行駛 風會變大了 越接近中午風越大 那這樣子行駛 會有危險性呢 那我們從這一張的路徑圖上 也來標幾個時間點給大家看 先注意到現在的颱風中心位置 已經到達了台東的東方的海面了 而到了凌晨的兩點鐘的時候 就從颱風台東往花蓮的方向移動 而到了凌晨四點鐘的時候呢 就已經到達了花蓮東方的外海 現在呢 它在四點到六點這段時間來說 就會逐漸的逼近到宜蘭的東南方的外海 可是呢 真正比較明顯的時間點 就從早上的八點鐘開始 八點鐘開始以後呢 颱風的移動路徑方向來說 以一個偏北的方向移動 十幾風的暴風半徑 有可能剛好從我們的東北角海面劃過 或者甚至再接近一點到台灣的陸地 但是呢 從八點以後開始 一直到下午的兩點鐘這段時間呢 你算算看 這個時間來說呢 大約有在六個小時左右 到八個小時的時間 這個時候 颱風的中心從外海通過的時候 相對的 在這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宜蘭地區 還有包含了桃園新竹地區 因為整個風場是吹著一個比較偏著 從東北風轉天北風 再來呢 等颱風的中心到了下午以後到傍晚 逐漸的轉天西美風進來 所以北部地區的風力的部分來說呢 約是在這十幾左右的陣中 宜蘭的風力